糖友们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那么自己去网上查一查,答案更是五花八门 今天就给大家科普一下糖尿病能吃什么,不能够吃什么 其实糖尿病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只是不能够多吃 或者不推荐作为主食天天吃 那这里给大家总结了,不能多吃的食物具备的四个特点 糯,油,软,锡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详细的解释一下 记得点赞收藏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第一呢就是糯,糯米制成的东西呢 比如像元宵,淀粉含量特别高 吸收呢也特别快,会导致血糖产生大幅度的波动 第二,油,油大的东西呢 升糖不一定快,但是体重一定会升得快 所以说油分大的食物呢,吃的时候也要适量 第三,软,越软的食物呢 往往含糖量越高,升糖指数呢越高 升糖也就越快 第四,吸 一些吸的东西,比如像各种粥 其实呢和糖水差不多 升糖也是很快的 所以说糖有没有绝对的不能碰的东西 而是要少吃 要严格控制你摄入的总热量 同时呢要密切监测血糖的变化 当然我们也要加强对血糖的认识和了解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不殆 我是徐医生,关注了解更多 健康小知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